肖战发文正式单身 网友们伤心之余 更加的着急了 肖战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温柔内敛 不争不抢 曾经就有记者采访过肖战 如果碰到喜欢的人 会不会主动追求 而肖战的反应还是那么摇摆不定 他认为自己还是会选择默默守护 这下可把CP粉们看着急了 这样下去他跟杨子什么时候能成 自从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播出后 观众杨子肖战两人的CP特别上头 不是因为剧情有多甜蜜 而是因为两人在戏外的互动特别有意思 正常演员在片场拍戏时 无法就是背戏 对戏演戏这三个过程 可杨子肖战却各位不同 在很多花絮路透中都能看出 肖战杨子两人是形影不离的 甚至在拍完戏的休息时间里 两人都会互相找乐子 有一次杨子就玩性大发 找肖战的助理要了相机 自顾自的鼓道起来去给肖战拍照 肖战也特别配合 本来他是举着手机在自拍 看到杨子在拍自己立刻就笑脸相迎 而这张杨子拍摄的专属女友视角照片 也被肖战工作室挑出来 发在社交平台上了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发布的时间在20.00 这一波暗搓搓地撒糖 很难不让人上头 如果没有在路透中看到是杨子拍摄 谁会发现这是杨子的视角呢 这糖还不是余生夫妇撒得最明显的一次 同样都是在片场 肖战对杨子李庆的照顾就格外不同 烈日当空 肖战的小助理胖哥就化身为爱情保安 贴心地为杨子打散遮阳 完全忽略了自己家一人肖战本战 正在被阳光普照 见到这种情况的肖战 也没有归罪胖哥的意思 只是默默地挪了椅子往杨子身边靠 这个时候谁注意到杨子的小续节了 看到战哥靠近以后 姊妹也动身往肖战身边靠 两人就这样都心照不宣地靠近对方 这难道不是爱情里的双向奔赴吗 甜甜的恋爱氛围 可hold死小助理了 可画面一转 画风就显得格外不同 肖战正在跟李清对戏 小助理却只给肖战打散 甚至还直接横插在两人中间做起了三八线 看来双标的不只是战哥 小助理也是个明白人 因为小助理已经不是第一次为自家老板的爱情保驾护航了 众所周知 在余生的片场里 肖战养子站在一起 两人之间就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而小胖也是老工巨人了 杨子时不时会调侃胖哥 在剧组里长胖了 肖战也会顺着杨子的话说 两人拿小助理开玩笑 战哥特别配合的把大白牙都笑出来了 胖哥虽然委屈 但这个CP磕得是真开心 娱乐圈少不了一些逢场作戏的假情侣 但好在肖战杨子两人真的很甜 无论两人有没有在一起 是不是爱情 起码这层关系是真的 即便做不成恋人 好朋友也是没跑了 最后 还是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